大家好,今天是美系时间11月2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我是Cherry 美国总统川普不理会中国反对 27日周三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 结束了长达数日关于川普签不签这一项该法案的悬念以及各方炒作 中国官方舆论对此山呼海啸威胁报复 川普仿佛一下子捅了马蜂窝 中国股市闻风而降,对中美贸易谈判前景悲观叹息 路透社引述消遣事称,在国会通过法案后 川普的幕僚曾辩论是否要签署法案,担心会影响与中国的贸易协议 但最终大部分人赞成法案,支持示威者 其中的主要考虑因素是,香港民主派早前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大胜 此外,就算总统拒绝此法案 美国参众两院也可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强行通过法案 据报道,中国股市周四收跌 互升300指数,CSI300收跌0.3%至3862.3点 互宗指SSEC收跌0.5%至2889.69点 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周三签署了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中国周四警告将予以坚决反制 这项最新发展为两国贸易谈判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投资人还担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要求国务卿每年检视香港自治情况 是否符合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要求 以及容许国务院制裁打压反中中抗争者及香港人权者 范围包括冻结制裁人士在美国的财产及聚发签证 另外,国会同时通过保护香港法案 禁止向香港警方输出控制人群的设备 根据美国政府的数字 2018年有8.5万名美国公民居住在香港 超过1300间美国企业在香港运营 包括差不多所有美国大型金融公司 2018年,香港和美国贸易达到673亿美元 贸易顺差达到338亿美元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媒体称 香港的自治对法治的坚持以及保护公民自由的承诺 对于在美国法律下保持其特殊地位 一国两制成功以及香港未来稳定与繁荣十分重要 正如美国政府反复重申 中国共产党必须兑现对香港人民的承诺 香港民众只是想要中英联合声明中所承诺的自由 这份文件在联合国登记在案 中国政府11月28日星期四一大早 就对川普总统签署 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做出强烈反应 要求美国不得将该法案付诸实施 并警告说 这将对两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更大损害 明显威胁要堵上中美关系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勒宇成 立即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就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 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也特别表示 驻香港部队随时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 有决心 有信心 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中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玉在接受彭博新闻采访时说 这位两国正在进行的经贸谈判 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暗示要在中美贸易协议签署上反制 其实现阶段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愿望 比美国要迫切得多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星期四 在一篇英文推文中则透露 根据他的了解 中国正在考虑将香港人权法案的起草者 列入一份禁止入境的黑名单 禁止这些议员进入中国香港和澳门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 都对这部法案表示强烈谴责 不过都是些口水话 无非就是形容这部法案用心险恶 美方就是搞乱香港的最大黑手 等等缺乏实质内容的政治表达 香港政府在法案签署后发表声明 对美国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是明显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 既无必要亦毫无理由 更会损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利益 当然谁都明白 香港政府的发言 无非是北京立场的重复而已 下来如何办 还得看中南海的颜色形势 在中国官方一起言辞声讨的同时 香港民间则几乎一边倒地对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和保护香港法案表示欢迎 积极推动该法案的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表示 法案通过是香港和美国关系重要的里程碑 也象征美国对港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 他指出 在中美贸易战下 美国仍然会相当重视香港的民主进程 以及人权状况 众多香港示威者认为 法案通过可借美国之力逼使北京让步 但分析认为 对香港示威者而言 这是危险的一步 因为如果美国对香港实施经济方面的制裁 也将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 如果香港变成另一个中国城市 不担任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中间人角色 也令香港丧失了原先的地位 但是许多香港人表示 为了争取港人的自由 做出一定的牺牲是值得的 而且对法案的后续发展表示乐观 香港庆会大学传理系高级讲师 吕炳全对媒体表示 美国检视一国两制制度 必然制约中国未来对港方针 吕炳全称 根据中国政府在中共四中全会释放的信息 中国本打算给香港的法治动大手术 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改掉一些香港的法律精神 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我相信他们在做这些根本性的 对港的方针时会有所考虑 不会让一些本来国际认可的标准 或制度改得面目全非 吕炳全还注意到 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 除了一些外交措辞外 还会对美国采取一些反制措施 但他认为 中方能够采取的有意义的反击非常有限 香港时事评论员林何利则认为 川普签署法案给香港的抗议人士 提供了很大支持 但美国政界支持和平抗议示威者 香港的勇武派也会因此而变得和平 林何利对媒体指出 短期内中美关系可能有一些波动 但法案并不会对中美达成贸易协议 有巨大影响 因为双方都希望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一直致力于推动法案的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发表声明 赞扬川普的决定 并称美国有具意义的工具 去制止北京影响和干扰香港内部事务 北京官方的强烈反应 现在只是又一波的口炮 众所周知 众议院版人权法案上月已经通过 参议院上周二以热线方式 快速通过其版本法案 众议院历日随即以大笔数通过 采纳参议院版本 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有法案后 中国多个部门曾及其出面 提出强烈谴责 而且中方一直为阻止法案的通过 而做了巨大的努力 早些时候 中国外交部曾在11月25日周一 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 抗议美国国会通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而在11月20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 召见了美国驻华使馆 临时代办柯有为 马朝旭表示 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 予以反制 之前一直没有表态 是否会打算签署 或否决法案的总统川普 日前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访问时称 我们一定要与香港并肩 但我同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肩 他是我的朋友 他是非常好的人 但我希望他们能够解决 他名言当务之极是平衡美中关系 又指习近平保持克制 没有派兵打压香港示威是出于他的要求 如果不是我 香港会在14分钟内消失 但他承认香港是影响中美贸易协议的复杂因素 大有要拖着等待该法案自然生效 两面都不得罪的势头 但后来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北京 不仅美国参众两院对北京的观感一面倒 而且香港区议会的选举 也将北京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川普再不主动签署香港法案 就要犯政治错误了 于是就大笔一挥 更勇敢地和美国民意代表 及香港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了一起 现在舆论纷纷 四处都在讨论 川普已经捅了北京的马蜂窝 北京将会强力报复 中国方面看起来确实也来势汹汹 但是有评论人士指 北京充其量只是发动又一场宣传战 舆论战 口诛笔伐战而已 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反制能力 此前有人分析说 川普签发香港人权法案 习近平就不会立即签署 中美贸易初阶段协议 但12月中旬马上到来的 美国2000亿的加税 不知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承受 尽管中国人民不怕吃草 但中国内部在对美对港政策的巨大失败 已经严重动摇了最高领导人的威信 光猪肉一项已经搞得民怨沸腾 如果还不签署中美贸易协议 首先就会对共产党的执政 产生了一定的威胁 而国防部威胁对香港动物 恐怕也只是谣言炫目的军事烟化而已 所以川普虽然捅了北京的马蜂窝 马蜂似乎铺天盖地而来 但实际上已经遮不了人了 以上是本期的万维追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开始 好